联盟大师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聊聊最近的篮网 两条交易留言 和两个老将 首先 篮网在这个休赛期引入了多名新员 为新赛季争夺总冠军做好了准备 而在篮网的这些新员当中 尼尔斯显然是最重要的一员 面对新球队核心战术 尼尔斯的融合程度将会影响 篮网在新赛季的成绩 但是并不用太担心 因为篮网有他的老相识 已经与他第三次做队友的阿尔德里奇 或许会帮助尼尔斯度过磨合期 2009年选秀大会上 尼尔斯在次轮总第55顺位 被开拓者选中 虽然尼尔斯大学时期是学校的明星球员 但是来到NBA之后 他却要面对多名老将的打压 以及战术上的学习 为了让尼尔斯有一个好的发展 开拓者将其下放制发展联盟磨练 而整个新秀赛季尔斯 只为开拓者出场了十场比赛 场均得到2.6分 第二个赛季 尼尔斯得到了机会 开拓者将其召回队中 而有了出场时间的保证 尼尔斯场均能够得到5.5分1.7助攻 并且还在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 拿到了23分 此时的阿尔德里奇 已经成长为开拓者的内线核心 虽然他已经与尼尔斯做了两年队友 但是由于两人一人是首发 一人是替补 因此两人彼此之间的连接并不多 2011年休赛期 NBA陷入停摆 而尼尔斯则回到澳大利亚打球 中间还短暂加盟了CBA 直到2012年才与马斯重新签约 重新回到NBA的尼尔斯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青涩 而由于帕克和基诺比利的老巨 尼尔斯开始成为马斯 替补席上最重要的那个人 尼尔斯的三分球和犀利的突破 为马斯创造了大量的防守反击机会 而他也在2014年跟随球队赢得总冠军 为了让球队顺利度过转型期 同时也为内线寻找邓肯接班人 马斯在2015年夏天与阿尔德里奇签订了 一份四年8000万美元的加盟合同 而此时米尔斯的新合同也刚刚执行了一年 两人再一次成为了队友 此时的米尔斯已经是马斯板凳席上的重要轮换 而阿尔德里奇也成为了马斯改朝换代的新领袖 虽然GDP组合的力去让马斯不得不重新找寻战术重心 但是阿尔德里奇和米尔斯的存在 还是让马斯依旧保持了足够强大的战斗力 但阿尔德里奇在内线要位时 米尔斯则会埋伏在外线等待三分投射机会 而当米尔斯之球策动进攻时 阿尔德里奇也会冲上前去进行挡拆配合 两人在马斯合作的几个赛季 已经培养出了足够多的默契 新赛季 两人将会共同为篮网效力 而三次成为队友 也让两人拥有比篮网其他队友更为熟悉的默契 新赛季篮网需要有更多人的战术轮换 而阿尔德里奇和米尔斯两人作为篮网轮换中的重要环节 也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两人能够凭借默契成为篮网轮换阵容的领袖 那么篮网赢得总冠军的希望也会越来越大 然后咱们再聊聊最近有关于篮网的两条交易留言 首先第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现在应该是有点动静 今天据篮网跟队记者透露 管理层在认真分析本赛季失利原因后 休赛奇他们把引员的重点放在了内线上 目前步行者已经准备重建 他们除了萨伯尼斯 其他人都被摆上了货架 球队近日已经和步行者就特纳的交易展开了详细商讨 他们给出的筹码也非常诱人 首轮前家乔哈里斯换步行者特纳 他还透露 步行者对篮网的筹码非常看重 这笔交易预计很快就会达成 但我认为他在胡扯八道 首先对于特纳我相信很多球迷都很熟悉 他是小球时代最完美的内线 不仅能阵守禁区 还有外线三分 他有着2.18米的身高 还有恐怖的2.24米的臂展 跟恐怖的场局还能投进2.8G三分 他在防守端的超强统治里 正是当前篮网所急需的 尽管篮网的阵容中有不少大个子 但不管谁担任先罚中锋 似乎都差了些意思 所以很多媒体都在传闻篮网 非常想要得到迈尔斯特纳 而特纳这两年多次陷入留言中 但并不是他能力太差劲 纯粹是步行者这边已经有了小萨波尼斯 特纳跟他同时在场组成内线双塔 效果实在一般 你也不可能让这位大中锋作为替补出场 他们认为迈尔斯特纳在篮网阵容 才可能发挥更大价值的 他在防守端兼具升高 对抗 灵活性和意识 不光是一对一单防和篮下互况 迈尔斯特纳的协方扫荡和换防外线球员的能力 在中锋里也都是顶级水平 他如果能够到来 将会大幅提升球队的篮板球保护 以及内线防守能力 成为球队篮下的最后一道屏障 试想一下特纳下赛季来到篮网的阵容 哈登加欧文加杜兰特加格里芬加特纳 这套攻防兼美的阵容 我相信篮网球迷睡着都会笑醒 这两一套首发阵容在攻防两端都很有冲击力 当然 这只是梦一场 先说说我的分析 这里有个前提是 萨博尼斯和特纳确实无法并存 特纳要被安排到打替补 另外篮网要特纳 但是追特纳的不止篮网一家 所以要站在步行者的立场上考虑 交易特纳步行者需要考虑三个条件 第一代替特纳的人 第二正资产 第三如果可以省钱最好 首先先看正资产 哈里斯这个完全不用考虑 在三巨头火力牵制下 乔哈能打出1700万身价 离开了这个火力范围 乔哈未必值这个钱 来往目前正资产最好的一个是小托马斯 夏季连赛MVP 大心脏 是个不错的潜力股 另外一个是还有两个月交易冻结期的小布朗 470万 也入选了现役排名top125 这属于正资产 这两人加起来也只有700万薪水 然后替代特纳的人选 在目前蓝网队里能交易的克拉克斯顿和夏普 未必入得了步行者发言 所以需要动用交易特力交易来一个类似班巴左右的替代者给步行者 当然班巴目前在魔术地位提升 交易特力直接换相对困难 大的意思是类似班巴这的级别的 薪水在800万之内的 最后再打包一起已低于1700万总价去报价特纳 或许可以 当然难度也不小 但这是蓝网能拿出最好的筹码了 这种报价会比之前那种以乔哈加薪秀 或者是小乔丹加薪秀的报价诱惑力要高很多 不过要说步行者能否接受 个人预测 概率不超过一半 所以说难度不小 好在阿德 密尔萨普来了之后蓝网内线也不弱 所以对特纳需求不是太急迫 努力争取吧 而第二条交易留言就比较有意思了 来自于蓝网小号 在蓝网的引员过程中 给予最大帮助的当属活赛 不论是之前的丁薇迪 还是后来的布朗 都来自于活赛 克里芬更是活赛送给蓝网的大理 大道缓解了蓝网的内线压力 在今年休赛期 活赛更是接纳了小乔丹的合同 让蓝网未来几年都能省下巨额的收纸税 看起来就像是蓝网的小号 据妹妹透露 如果蓝网想要变得更强 再找活赛进行交易是非常可行的 而这次的交易对象 直接是活赛上个赛季的绝对核心阶里米格兰特 格兰特身高203厘米 B站达到了恐怖的220厘米 今年27岁政治巅峰 是体型完美的小前锋人选 打球强硬 职业生涯阿姨防守起家 去年休赛期以三年6000万的合同加盟活赛 再重建的活赛成了当家球员 在出场时间暴涨的情况下 格兰特很好地完成了适应 场均出战33.9分中 贡献22.3分 4.6分 2.8注 其中得分比职业生涯平均至上涨一倍还多 原本这样的球员是不会轻易被摆上货架的 不过一切随着活赛选中康宁汉姆而发生改变 康宁汉姆是今年的壮元秀 身为证明了他的天赋 他有些类似于东泄棋的持球大核心打法 这样的球员需要更多的支配球权才能打出高水平 也会给球队带来更高的上限 上赛季虽然以格兰特为核心 让他打出了好看的数据 但是球队的战绩并没有好转 证明了他不是一份将会大大降低 篮网完全可以用哈里斯加卡特的筹码来报价格兰特 双方薪资刚好匹配 哈里斯不占球权 又有机强的外线火力 非常适合在康宁汉姆身边打球 卡特也可以成为活赛替补息重要的成员 篮网得到格兰特 将会和杜兰特搭档风险 组成哈登加欧文加格兰特加杜兰特加格里芬的首发阵容 这套阵容进攻火力联盟无人能敌 每个位置都有三分射程 格兰特的加入让篮网又多了一个冲击内线的选择 防守端虽然没有护框 但是换方能力极强 根本不会给对手冲击内线的机会 攻守非常均衡 而且格兰特是今年美国南篮征战东京奥运会的成员之一 都说巨星去参加比赛很多是为了招募 不知道在比赛